那我們就看看最後的 有沒有機會 可以看看 看看可不可以看到真結局 但也如我剛剛說的 我查的結果就是這樣 也確實有沒有我們剛剛這樣看也感受到他的結尾的 用心程度 不同的結局 內容都是這樣子 感覺有一點起步很強 收尾的很突然 這遊戲的 用心程度 非常的獨特 小遺憾 一開始的體驗都很不錯啦 就 對啊這些劇情就 比較還好 我真的覺得你看他人物語音啊 跟他的表情這些其實都 都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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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你的家伙伴 你… 是很難保持秘密的地方 像是一般的一般 我只是幸好你找到 很好的朋友在 Miss Sweeting 是很高興看到她 更多的同事 她的同事 有一定有所謂的 我可以看到嗎? 當然 所以這邊就是佼佼了 但我還沒全完成 要再LOD一下 98% 你覺得什麼? 我認為你今年很忙碌 我看到有些發展 但你的農業指導還未完成了 幸好… 你確實有些時間 準備了你的OWL 我誤會說 我曾經過你 從那一刻 你剛開始 出現 早前 去的 措施 我看見 我的想法是正確的 想想想想想 你已經在一年 和你已經在掌握 你的OWL 是 無論如何 除了 謝謝 謝謝 所有 你最歡迎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what you do during the rest of your time with us 學院杯參加結束 但是有沒有還是都可以繼續解任務啊 可能就是你完成感覺他 100% 他也只是說 嗯你很棒100% 就這樣 但遊戲的成就本來就是自我滿足的部分 對但 真是 單純 還想偷看呢 想喝 想看的話來我玩一次看 就這樣 這都我提供了 這就是 一直都蠻期待的 爸爸 他的爸爸 他 他是怕什麼 你看我原本所想的劇情 是不是這夠好啊 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的任務有跟四個學生 四個學生的 各一個學生有關 那那個任務也都緊密的 跟羅克武他們有關 那就最後集結四個夥伴 一起去打 蘇玉琳瑀 阿玉琳瑀 和羅瑋瑀瑀 和沙特斯斯斯索爾瑀 而且 是 來賀與這兒的獵獵獵獵 不然 我姓 是 一學生的學生 當當初的一場刀 不然的話 他们在学习的课程中 像一个新的学生 好 似乎它肯定有兴趣 我说 100点到他们的家 你会吗 啊 是 谢谢 professor Weasley 我认为我们赢了我们的赢者 恭喜格莱坟诺 这几个很难换 你不尴尬别人就不尴尬 但我尴尬我就觉得尬 头痛脚轻 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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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毕竟有对哈利波特的想象 所以起步我觉得有个 八九十分在所难免 如果你又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游戏的话 我觉得你的起步甚至可能 然后又符合你的痛调 我觉得那起步应该有九十分以上 但随着游玩的过程 就像我说的 他的主线一直都觉得很 比较普通 然后主线跟地图的扩展 又很没有连结 这都很可惜 感谢木木 安安 结局不影响 剧情就小可惜 但我觉得那也都还好 就是这样也行 只是后面的细节 真的就很微弱 所以完整的评论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起步真的还不错 然后这游戏的 就像我说他游戏引擎 就跟战神是新的 那些战神是一样的 那应该是一样的 我没有去还是没有去细查 因为看那时候看游戏公司不同 但主要还是有心引擎 那有没有这种游戏引擎做出来的游戏 真的是画质非凡 战斗的流畅度 跟打击感 我觉得其实都算是不错的 那你难度 我还不是玩最难的 那你玩最难的话 应该就更有挑战性 但这本来也不是那种魂系的 没有要难成那样 那在地图自我探索的部分 其实也算是不错 就是一直的去解谜啊 探索啊 我觉得那些都还不错 地图探索 我觉得唯一有点 比较还好的是 它会有一些 跟任务无关的 遗机宝箱 而且那个遗机宝箱 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 可以重复进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遗机 解开了迷 进去拿了宝箱 它也就只有一个宝箱 也不会有关 对 那出来之后 地图上还是会有 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办法 确定 这个是有走过吗 还是没走过 然后我就有遇过就是 我又再重走 然后后来我是都没去 而且那里面的宝箱 也不会说一定是锁定在 紫色问号 或是金色问号的装备 就也有可能拿到很 很普通的绿装 对 或是没有问号的装 因为它有问号装 要辨识都会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就觉得 只有那一个狼 就比较还好 那其他的地图探索 都还算是 我觉得OK 对 也有一些谜题啊 的设计 就 还 行啊 是OK的 是OK的 是不错 6 780 但就是我说的那个主线跟地图的连结啊 一开始有 有没有 火米村那边都还有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火米村外面一点的村庄 也很近 然后禁忌森林这些 都我觉得都还算有连结 然后接下来开始它的那个 主线 就 忽然间要走好远 然后 那过程的村庄 跟探索 就变成完全是由你自由的去 去走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 没有那么的好 那也很浪费啊 就是你多加一两个 主线的剧情去把 这些地方给串联起来 就完全是OK的事情 可是就都没有 对 所以它地图一开始往上探索 往下探索 然后最后到右下的那个大地方 探索 都 很突兀 就忽然间任务就是要你去很远 然后你就觉得 哈 这样子 是对的吗 我中间到底要先走 还是不走 对 那事实证明 都可以走 对 然后 都没有主线的串联 那都是完全自由发挥 就比较可惜 战神的工作室是Sony的当家工作室之一 这个工作室偏小 这样子很惊醒 可是因为我说的比较是 游戏的细节 游戏的细节啦 我们这就跳过了 对不对 就是你这些 剧情完全是可以再多加几个 而且也不复杂 因为它的剧情本身就以支線的量 就已经很多很多东西了 那游戏里面的 这个 毕竟这是 有游戏引擎的 优势啦 就是你有没有它的 对话 配音 其实很多 真的都是蛮 能够带入的 对啊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 在主线的部分 差强人意 有点 唯一的小可惜 其他的就OK啦 我觉得这边也不用特别 讀取吧 那个有那句话 没那句话 差不多 就是你百分百完成 去找那老师 感觉只是多那一点点 那其他的 反正我们 可以顺便评测 战斗基本上也都蛮 单纯的啦 你没有特别去解 都 会完成蛮多的 还剩什么 恶名招杖 来两个 这个就是要自己去探索 然后才会打到 蜘蛛 蜘蛛就没想到那么多 山怪这也是要自己打 狗狗也要自己再多打一点 但因为他本身三十个嘛 也还好 蜘蛛应该 毕竟蛮多的 支线都是那种 蜘蛛洞 哇你看 有没有 支线还蛮多的 我已经解了很多了 嗯哼 探索等下再来 万英寺本身也都蛮简单的啊 实战 高地差一个 这之前有说过 霍格华兹的实战比 他完成的还要多 就是你还有更多的实战可以去搜索 所以这本身完成不难 然后昏迷村跟高地的话 在地图上会有看到 所以这个的收集也还OK 探索就有些开始就比较麻烦了 古代